怎么会及". 哈喽 大家好 Raja1です 这张免费物碑卡 是物碑卡 炒着 これ的卡利弗拉 它的特殊贴纸 贴上去 效果 really das wonders 然后 除了这张 這一張其實我也是有把它給貼上去了 效果也是同樣的非常的棒 呀 這個真的是相當相當的不錯耶 比起之前那一張 他們的這個好多了 這個融合的超2K 弗拉提鼠 好很多耶 老實說物語卡都這麼驚艷了 真的是啊 nice 那麼這一次就是要把他們兩張給拿出來使用啊 嗯 因為這兩張的話 不管長期轉或短期戰 其實都差不多啦 就 滿久沒有打過這個破壞神集結了 就用在這一邊吧 選個比較簡單的就 第二宇宙的破壞神好了 因為它會變換屬性嘛 就簡單一些 開兩路的就只有好友的這一張 就這麼一樣一塊的決定啦 那稍微來看一下齁 隊長技什麼的就算了啦 必殺技的話就是超特大傷害 然後三回合防禦力上升 所以講是超惡的卡利弗拉 然後被動方面 隊伍內宇宙生存篇類別的角色 沒有一體 則攻防30%up 然後最大160% 然後迴避發生力15%up 然後最大60% 也就是幾乎是幾乎空等級的啦 它的迴避能力 再來就是 名稱帶有Galry的角色 存在於隊伍中 尽身的攻擊力70%up 如果在同一個攻擊系列中 必定追加攻擊 且終協力必殺技發動 相當的棒啦 就如果是提高它的必殺技 多發一次的話 它就能多疊一次防降它的防禦力 就會去到非常高啦 嗯 這邊 物語卡嘛 大家一定都是彩星的啦 哈哈 這個是不用想那麼多 然後技能力方面 我這邊就給了它3點的連擊 就是弄高一點啦 就是它的連擊力 因為早期在用的時候 我是把它的這個彗星點高吧 沒有點高連擊 然後 銀技能力這邊就是 把它的防禦弄高 給了它600點的防禦 然後這個銅力這邊 就給它400點的防禦 總共1000點啦 欸 這樣子的話 它的防禦力就突破10000了 已經是 跟限定卡差不多一樣的等級啦 然後連接方面就 普普通通沒練滿 大概 夠用就好啦 因為這張就算練到滿的話 連接連起來 也還好 好 欸 這個是卡里夫拉 然後 GAL這邊的話 其實是 更加好用吧 欸 必殺技一回合 防禦力 X一回合攻擊力上升 然後超特大傷害 然後防禦力低下 可惜啦 如果這個是給它一回合 防禦力上升的話 我會更喜歡 哈哈 然後被動 必殺技發動師 自身的攻防 120% 然後 宇宙生存篇類別的我放 7力加2 攻防 30% 再來名稱帶有 卡里夫拉的角色存在 隊伍中時 自身的防禦力 70% 然後在同一個攻擊 參加系列中的時候 則我放前沿的7力再加1 攻防 灰星 發動力再加16% 那麼的話 總而來說 就它跟 卡里夫拉處在同一個攻擊系列的時候 7力加3 攻防 46% 然後灰星發動力 16% 這是非常給力的補助啦 不過目前 卡里夫拉這張卡的話 就沒有特別特別特別強的角色啦 所以就是這張物語卡是最好的搭配啦 那張隸屬的 然後這邊的話 潛在能力一樣啦 全部人都是開滿路的吧 一定是才行的 我這邊就是 早期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給了它15連擊 嗯 這個應該是要改成 會心或者 迴避會比較好啦 這時候再改 哈哈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拿根筋不對 就點了15連擊 那個是很早期的時候啦 那這邊的話 技能1 金技能1就是 第六宇宙專用的啦 迴避Lv.3 然後 銀技能1跟同技能1的話 就是同樣 Lv.3的 加600防禦 跟Lv.4 加400防禦 DOTAL1000 同樣是 畢竟限定卡的防禦能力 然後連接也同樣是 3Lv.4Lv.這樣上下 那麼這一次就把它們給拿出來 VS第二宇宙的破壞神啦 欸 然後 Supporter Memberly 這邊我看就給它一個 全王的Supporter Memberly 額外的10%啦 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直接火力拳開 這樣子的感覺 Ya Ikemasu Headless 應該是打得過吧 哈哈 我也不是那麼的確定啦 欸 都 因為 還沒正式打過 是 沒辦法知道的 哎呀 第一回合是 速度 嗯 嗯 いや これは 有點 厭 這個是真的是有點 厭 呃 五顆豬 吃不到六顆豬的話 沒有回避能力耶 啊 這一輪真的是麻煩 老實說 這一對我現在目前情況來說 最大的弱點大概就是我們的 Kefurla啦 My God 算了 嗯 這個樣子 這樣就讓它去扛先攻 我開一個Wisp吧 嗯 沒辦法啦 這邊就是真的是 哇多 只能是硬撐啦 欸 不過這邊我們稍微看一下啦 我們的這個 Galit 十一萬五千的防禦力 連接的話 只有三條 那也算是不錯啦 開了必殺 120%的提升 多加一個 13萬這樣接近25萬的 防禦力 欸 都 相當的可怕 相當的可怕 好 欸 那麼久 喔齁 這個是 Wisp有開 所以 比它扛得住啦 吃不到六顆豬的話 Kefurla的整體能力 就 有一點點的普通 蠻遺憾的 哈哈 嗨嗨 回避 基本上是全堂 它的防禦力整體 這樣拉上來是 比 隸屬的Kefurla還要猛的 不過這一輪其實我原本 是不太想要開 道具的啦 只是 過於無奈 為了保住Kefurla 如果是它 中到必殺的話 絕對是直接被 掉出去的 所以就 沒辦法啦 快一點時間 搞一下順位 先 這個順位 離得特別遠啊 嗨嗨嗨 技術 因為還有 還是有 Wisp的關係 這樣子 怎麼拍都OK 不過 我們超二Kefurla 看看 13萬的防禦力 雖然說是因為 我把它的 技能力的關係啦 多給它 二萬一千的防禦點 七到十三萬 老實說也是很猛 然後 開了必殺技之後 還會 Extra 13 Extra是多少啊 Extra 30%的加成 相當高了吧 應該是 沒什麼好閒的 OK 前屬性防禦 絕對是輕鬆啊 我們利索的Galib 很好用 它本身很強 不過很可惜 這張我就 沒有開到路啦 是蠻希望 可以把它開個 兩路左右啦 開兩路的話 就全力發揮 可以把它的連擊跟 會心都 多多少少的點起來 這樣會更好用 因為它本身被動 一到宇宙城中間 或重新賽亞人 都會連擊的嘛 我現在第六宇宙team 在這張新的 CALIFURA GALID 增加過後 變得特別的強悍 因為那一張 它本身 無限提升攻防 尤其是在合體之間 它的防禦能力 確實是那種 暴力等級的 疊一疊 三五十萬就來了 這邊的話 一百八十萬 那不普通通吧 不過以一張 物遺卡來說 已經是非常非常的足夠了 而且它的防禦 防禦相的能力是很強的 不過這邊的話 就是 這個樣子啦 有一點點的麻煩 嗯 嗯 這樣子其實是會比較好啦 啊 這一邊的話 稍微思考一下下 有點不太想要開道具 但是有點不開道具 又不行的感覺 嗯 嗯... 多少呢? 除了Gaddle之外 1 2 3 4 5 Komatana 我又不想要現在開Wiss 哈哈 嗯... 多少呢? 罵罵罵罵 就給它開下去好了 這邊的話我們先追一下輸出吧 啊... 結果我調來調去到最後還是吃不到六顆粒 搞什麼鬼哦 OK 算了 180萬的Gaddle 啊...煩 必殺現在在這邊 不過... 配合上Wiss Gaddle的防禦力超級足夠有沒有 哈哈 快 加起加起 喔齁 剛剛好配合那個克爾斯 不過我們的主意到現在還沒登場耶 也不過這一隊有一個蠻大的好處就是 就是 迴避能力相當的強悍啊 嗯... 卡里夫拉 啊... 物語的卡里夫拉 超二卡里夫拉 技術的卡里夫拉 那個是必定... 必定回避的嘛 然後... 回避能力優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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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體之後也是回避能力優秀 然後這一張Gaddle 只要有卡里夫拉在就全屬性效果吧 然後這一張只要開了必殺機 同樣是優秀 哇嗚... 沒什麼好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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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嗯... 這一邊的話嘛 這樣子吧 嗨... 全屬性Gaddle 此個捏 連擊 不過本身沒有帶... 連擊啦 沒開路 所以兩下是最多啦 沒辦法更多 不過這個... 卡里夫拉在Gaddle 那張技術的女雙人 就比較可惜一點 要第六回合才可以融合 偏麻煩 不過只要撐過下一回合 再次輪到他們 他就可以融合了 好有的連擊 點得蠻多的 怎麼好像都不怎麼觸發 哈哈... 搞得要累 好啦好啦 終於要登場啦 我們的主角 他還在連擊 有有有... 還不錯吧 那主要就是 我自己的... 隊伍啦 不夠強的關係 啊... 這一邊... ちょっと... 麻煩 好吧... 只能這麼個樣子 呃... 主要還是為了要... 至少啦 至少我的關卡 可以同關這樣子 所以我必須要這麼個白髮啦 因為最後的話 這邊三下我覺得... Gaddle Gaddle的話 如果是... 普攻他是扛得住啦 可是必殺他肯定扛不住的 所以我就讓他調出 第三個順位吧 不過... 他們兩張連在一起的時候 可以達到六條連結 15萬6的防禦能力 然後... 必殺技開動過後 有在額外30%提升 再來就是... Gaddle Gaddle這一邊的話 必殺發動過後 此刻提升上去同樣... ㄟ 剛才是算多少了 120%的話 也是將近25萬的防禦力 4...4巴拿起 呵呵... 相當足夠吧 老實說 喔...OK 必殺在這一邊 中確率... 哇靠!直接中 硬...硬傷欸 不过这个攻击能力就499万 非常的高啊 还好Hellis的话 他本身只会 开一次 开一次必杀 不像后面的那个破坏人 全部会开两发的有机率 那个真的是压力 老实说Galit你的16帕的 普助是那个灰心普助 好像没什么 220 221万 嗯 229万 可以吧 物威卡来说 他的主要强点是在防疫面上 哦 两下下去之后就相当的硬 那不过这边又是被拆散了 可是 你看他全部都是有到200万等级 卡利弗拉的话 可能就真的是没有这么强 但是Galit面上面真的是很好 Galit那一面的话确实是强无敌的感觉 这边的话 这边的话 等一下 这一张的 诶 这个 哦 血量又60%以上 嗯 好 啊 嗯 嗯 OK 到咧 這邊的話 嗯 這樣子吧 六顆豬油 這樣子就 火力全開 六顆豬油 可以 然後 最後的Galry 會稍微有點危險 不過 防禦力已經拉上去 如果是普攻罷了的話 是問題不大 加 いきます 開 火力全開咧 殺 五百二十七萬 死了 阿達是那樣子啦 嗯 阿達是那樣子 不過 他的連擊就 就是完全不出發 好友今天不做工 OK 沒辦法啦 很猛一跳 哇 好 好痛 好痛 诶 試試怕減傷 果然不是蓋的 只有減傷跟沒減傷的差距有點大 不過 這邊Galry可能會扛不住 我的Galry 這邊就 非常明顯的吧 很簡單的走勢 對 對 哎呀 零戰太四 連不到 六條連結 然後 上一回合他連了兩次必殺之後 這一輪沒有普助 達到二十一萬的防禦力 哇 哈哈 哈哈 我除了乾笑之外還能做什麼 很猛耶 完全超乎我的想像 整個第六宇宙隊 欸 像我這樣都爛的隊 我覺得 都可以把這個破壞神 破壞神集結給全製罷了吧 大部分都可以吧 只要 運氣不要太差的話 我相信沒什麼太大問題 靠這一隊 然後把連兩張物理卡都放進去 這兩張 哇 死了耶 在長期戰的話 我覺得Galry的使用效率應該會更好啦 因為如果是自己有抽到這一張的話 在不讓他變身的情況下 我們兩張都是用這個技術的CALIFULA INGALY 做隊長 所以他不管走哪裏 以他順利 都可以吃到他的被動全滿 這樣的話有46%的攻防跟46%的會心 哇 這樣子的話是蠻OK的 然後這一張如果真的是帶著走的話也是不錯 60%的迴避能力再配上 3回合疊加防禦力 大家看看剛才這樣子稍微表現一下 他就有一個差不多22萬的防禦能力 以這個點來說真的是很足夠用啦 線下就算是Gito Bejita賺 他都可以無壓力的扛下普攻 至於必殺的話他還有一個60%的迴避能力 就像剛才講的 蠻OK的 然後Galry的話 以一隻普助角色 必殺開啟過後防禦力達到20萬的情況下 嗯 沒什麼好閒的吧 呵呵 強就那麼一個字 OK 那麼這次的視頻就到此結束啦 謝謝各位的收看 還沒訂閱的朋友 麻煩幫忙點個訂閱 謝謝 加 馬 彈 咧 多謝! 再按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